在台灣iPhone 5S上市前 本刊搶先取得新機做指紋辨識實測 這支iPhone 5S到底有多厲害 看下去便知道囉 iPhone 5S的指紋資料要如何設定呢 首先我們從設定進去再點選一般 密碼和指紋 再點選指紋 就可以加入新指紋 然後把大拇指或食指印上去 點一下 再點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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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指紋的細節全部點上去 恭喜 iPhone終於抓到指紋資料了 指紋辨識技術網友惡搞KUSO的最大目標 像是貓爪辨識 性感嘴唇辨識 連腳趾頭跟乳頭辨識都出武了 還有一些硬指紋的工具 像是印泥 黏土 通通都排上用場了 不過話說回來 搞這些特殊部位皮膚 搞怪工具的辨識 網友們可是試了非常多次才終於成功呢 現在本刊記者就要來實測一下 到底使用四位數密碼解鎖 還是指紋解鎖比較快呢 結果發現密碼解鎖約需要2到3秒的時間 如果使用指紋解鎖 其實只快了一點點而已 記者還發現 只要是同一根手指 而且左右手都輸入 我這樣按或是轉這樣 還是用左手這樣按 通通都行喔 這樣的iPhone5s 你心動了嗎